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爆料了 爆料了 说来自中南海的内部人士说 江泽民跟胡锦涛将参加十九大的开幕式 我看有不同媒体 因为现在就是消息满天飞了 说这家伙就如何如何如何 说是这个习近平呢 要表示党内的团结 大概在两个星期 十天左右 有期节目我跟大家分析过 曾经在香港的学者跟美国的学者都提到 江泽民 他主要提到江泽民会不会参加十九大 大家基本上认为说习近平不会让江泽民去参加十九大 一个可能是他身体的原因 另外一个从整个五年来被习近平打的就是江泽民 胡锦涛自己团派基本就满盘崩盘就没有了 根本就没了 连这个团中央的书记都不是代表了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了 但是香港的学者跟美国海外的学者都提到说 如果习近平真的让江泽民参加十九大 露脸的话 他说最尴尬的应该是江泽民 因为五年来被斩杀的全是他的下兵蟹将 那完全可以 如果不让江泽民参加 他说也可能算是留着面子 也可能是他的身体原因 因为人中的道理就是手心手背了 因为你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道理 那如果故意让他参加就诚心恶心他 他认为最尴尬的应该是江泽民 那我个人以为呢 如果让江泽民参加呢 我们只能从一个角度或者一个角度说 让江泽民参加 他表现出习近平在过去 就是围绕着十九大产生的夺权的过程之激烈 之激烈 激烈的意思就像2015年 习近平出现大阅兵的时候 大家记得在从2012年开始 他上来之后 2013 2014和2015的前半年 江泽民有过露面 有过露面 露面那个书的江泽民的名字 已经往后靠了 已经 我说已经往后靠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在现任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常委的后面 而不是像胡锦涛的年代 他走在胡锦涛的后面 结果等到2015年9月3号大阅兵的时候 江泽民突然再次出现在习近平身后 走在胡锦涛的前头 我们当时跟大家说了 我说他 他如果把碳雷器都到了金水桥了 那是拿习近平拿江泽民做党将牌 两年前的故事 两年后我们看到 他对军队的反腐 这些将官的斩杀 其实变 一而再再而三提到政变军变 其实变相的就说明 我们当时跟大家分析的概念 就是江泽民为什么出来 习近平有了他非常实际的用途 保命 那如果说十九大再出来 他表明习近平在夺权的过程中的那种艰辛 在战胜江泽民曾庆红统治的权力体系中的这一份艰辛 这一份艰辛直接威胁到十九大的安全本身 那BBC呢 有篇报道 讲的是国内在十九大前的舆论宣传 中共官媒 中国无需引进失效的西方民主制度 有人说 你看没戏吧 他不可能改变 共产党不可能改变 共产党一定是这样 对吧 如果他以共产党去引述 这个 他现在讲说将引述 引进西方民主社会的话 在生命的角度来讲 共产党就不是魔鬼了 共产党就不是魔鬼了 共产党就没那么邪恶了 所以他一定是对立的 而在他对立的概念中 其实应对出改革以死 改革以死 共产党会死在自己的革命的过程中 在他坚持革命到底的过程中 把自己革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匹配态度 非常共产党态度 那换个角度来讲 也就是所有认为 希望能够改革的方式 政治改革的方式 政治上有所期待的人 其实他的说法都会 把任何期待都让你 对共产党期待都让你 死了心了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 文章讲 它是应该是新华社的社论了 无尽的政治斗争 纷争及朝令夕改的政策 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标志 既托慢了社会经济发展 也无视了民众的利益 这个描述是非常有趣的 政治斗争 纷争 朝令夕改的政策 它是在一个正常民主社会中 人们的这种相互之间 维护最大限度的可能 满足民众利益的过程中 出现的自然的争持 而这一份争持 证实它能够最大限度的 平衡社会的一个自然表现 它却成为了 今天中共在宣传舆论中 打击它的一个直接的借口 拖慢了社会及经济发展 拖慢了社会及经济发展 是中共 中共框架下 中共权力的淫威之下 那些学者的一个说法 独裁制 共产党可以把权力集中起来 做大事情 你记住 它的利益都是在做大事情 经济发展 挣钱 全是以欲望贪婪 自我的成功为标志 而这里面不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 也无视民众的利益 无视民众的利益 这是共产党革命的口号 当初无产阶级革命专政 无产阶级革命专政 用无产阶级 用民众的名义 来直接侮辱 作为民众中的每一个人的尊严 生命 这是他非常明确的说法 中国的制度导向社会团结 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 还拿着枪 谁不团结 谁干死你 对不对 今天你不能上网 你不能买菜刀 可不是有团 那就像监狱里一样啊 那监狱里头可不是团结在 以典一长为中心的领导层吗 西方民主的本质具有对抗性 则必然会导致社会分裂 所以这是共产党的 在我眼睛里 共产党的路呢 一条道走到黑 对吧 对抗性 他把社会的民主 每一个人的 在正常社会中的一个尊严的表现 他用他自己邪恶的权利的概念说 控制着一切 阎王爷整小鬼 这是我们说过 这是一句很不好听的话 对吧 所以共产党是阎王爷 把老百姓当成小鬼 我让你怎么着就怎么着 他是不是团结 绝对团结 没有这种团结 哪有百分之百的票率通过 所以这是他 我觉得这个社论 当就说这么两句话 表现出中国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社会 它是一个高激动的非人性的社会 BBC中国事务总编辑呢 在过去时间里 针对19大写了一系列文章 那我看到最新的一篇文章是核心价值 针对我们刚才核心价值 正好对等了刚才我们说的新华社的社论了 文章写的很长 跟大家阐述一个简单的概念了 现在在中国任何城市看到 都是赞扬共产党核心价值观的红色语路标志 这里包括民主法治自由 但不讽刺的是 中共对那些持有强烈如此价值的人 却具有恐惧 它的核心原则之一 就是击败所有的敌人 杀人 对吧 它不是让别人存在 不是尊重别人 而是杀掉别人跟他一样 我刚才说的很清楚 有人说他是黑帮 他是黑帮老大 如果都跟黑帮老大一样的话 老大娶的女人我们都想娶 行不行 全都扯 说了一大堆 我就说这句话 如果你老大让人 让所有人 共产党的老大 都跟你一样的话 你娶的媳妇 我们能不能娶 所以他就提到 中国人对这些标语本身 都是口是心非的 对所有对中共价值观表示怀疑的人 会被定罪 你写的历史与共产党阐述的相左 会招惹麻烦 这些包括这些维权人士的信仰的律师 都会惹到麻烦 尽管习近平坚持说 中国必须有法治 对共产党来说 光把这些人抓起来还不够 重新启用了毛泽东的年代 侮辱人的方式 上电视 像这样一个毁掉一个文明社会 能确保中国只有中共来统治 否则将面临社会大动荡 所以他直接抨击中共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要把别人 把所有的人统一到他的生命理念中 他的观念中 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重复好几遍 好 没问题 你共产党的核心娶的老婆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娶她 把别的女人都杀了 共产党的邪恶就在其中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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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